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不仅是一个银品偶像 而且还是大家真心佩服的偶像 他的名字叫王一博 一个年轻的艺人 他拥有实力 颜值 但更重要的是 他的努力和真实打动着我 我觉得他已经成为了我 心中理想中那个自己未曾成为的人 他代表了我的理想 心灵的净土 这份珍贵的感受让我倍感难得 喜欢他的同时 我也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他就像一束光 我朝着他的方向奔跑 感到离美好又近了一点点 他让我不断发现生活中之前忽略的可爱之处 学会淡化生活中的小烦恼 更加热爱生活 他的真诚的追求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慢慢地改变了我 他充满正能量 无论他的身份如何 我喜欢他的性格 正能量 不服输的精神 愿意冒险和尝试新事物的勇气 在街舞3中 他的点评展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和对每位街舞者的尊重和认真态度 他对热爱的追求达到了极致 这对于生命和青春来说是最好的回答 有一位摩托姐姐曾说 他活成了我梦想的样子 实际上 有时候我觉得我所追求的并不是星星 而是我梦想中的自己 他展现的那份执着和热爱 不仅仅是我所追求的 更是我应该具备的品质 因此 我非常感激能够遇见他 每当王一博一跳起舞 我的目光就无法离开 通过慢慢了解他 我发现他身上还有许多美好的品质 他一直是那个话语最少 最直帅的男孩 在回国的这几年里 他陆续参演了不少电视剧 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直到21岁那年 拍摄了陈情令 终于在他22岁时大火起来 随着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我发现他的闪光点越发明显 后来 我才注意到 不仅在跳舞的时候他很帅 平常的时候也同样迷人 他的魅力源于他的才华 最终体现在他的颜值上 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着迷 他的成功并非突然的幸运 而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结果 是时候给予他应有的回报了 喜欢他的人之所以喜欢他 是因为看到了他一个又一个的闪光点 但我喜欢他也有一些私心在里面 我们相似却又有所不同 他比我更加勇敢也更加幸运 我也会拥有一个又一个的闪光点 或许有一天我能让他注意到我 那时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非常喜欢他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小奶盖能够越来越好 事实上我是一个容易三分钟热度的人 看了什么电视剧就会迷上里面的明星 但自从喜欢上王一波之后 我再也无法对其他人产生喜欢的感觉了 一开始是因为他的颜值 然后是因为他的性格 再到他的为人 他的正直和善良 这次河南暴雨 他作为志愿者前往支援河南 真的让我感动不已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拥有天赋的人中的佼佼者 无论学习什么东西 他都能很快上手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做 并且一直渴望尝试新的未曾尝试过的事物 他曾说过 21岁认定的是 就算到81岁也会坚持 出于对他的欣赏 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孩 他非常努力 是我学习的楷模 他擅长跳舞 摩托 滑板 主持等等 而每一样都能用心做到出色 这让我明白 一个优秀的人 即便不张扬 也能让人看见他的闪光点 特别是他对喜欢的事情 总是追求极致的决心和毅力 那次摩托车比赛他获得奖项 正是他付出努力 热情和汗水的结果 让人相信一件事情很困难 但坚持和实践是让别人相信的最好方式 因此 我喜欢王一博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 而是因为他的实力 他使 懂礼貌和有分寸 他不仅仅是一个银瓶偶像 而且是我从内心里钦佩的偶像 或者说是我的榜样 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 而我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有一天 我希望能够站在他的面前 看看他的真实 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经历 努力和成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他是否有困惑和迷茫 他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 他未来的道路将会走向何方 这些问题让我充满了疑问 保留着悬念 我期待着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关于王一博的精彩故事 同时也期待着能够更加了解他并成为他的支持者 无论发生什么 我相信他会继续成为我的心中的榜样 激励着我变得更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